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车身距离临车 这个侧向间距要有50公分左右间距 向前行驶 当我们的后视镜 右侧后视镜与临车的车尾一平 向右两码方向打进 打进之后我们要观察后视镜 确认本车与临车有间距 然后看前面 前面左侧的车位线位于我们左侧风打玻璃窗角 向左四把方向打进 一 二 三 四 在此处借用这个车位 然后看前面 左侧车身接近道路边缘 两码方向回正 一 二 由于通道比较狭窄 我们这个车没有转成45度 转角不够 那么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车一动向右两码方向打进 继续转角 打进之后我们要看后视镜 右侧后视镜 看我们的前门把手 前门把手就是挨着到车镜 左下角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车门把手 这个门把手位于道路边缘 就是那马路崖子 好 门把手位于马路崖子了 这个时候向左四把方向打进 一 二 三 四 打进之后 我们要注意后面 后面有障碍物 有个车 我们的车距离林车后边 0.5左右 两码方向回正 0.6 0.5 两码方向回正 好 前进挡 车移动向右 两码方向打进 一 二 打进之后 我们要观察后视镜 在后视镜中 找道路边缘 车身平行于道路边缘 两码方向回正 一 二 停车 好 我们已经进入车位了 看一下后视镜 在车位线里边 已经进入车位了 右车进入车位 长停 借位车防卫停车完成 这一期我们介绍了 借位车防卫停车的操作方法 这里是超英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师超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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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